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日前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节目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异议分子、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频频遭到打压和拘禁 中国的人权状况目前显然在走下坡和日益恶化 然而,针对骆家辉的评论,中共又推出外交部为此辩驳 民主人士认为,中共外交部就是中共的一块遮羞布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1月16日晚间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查理·罗斯访谈节目中说 自2008年以后,中国的人权环境起起伏伏 中国似乎出在一个下坡期,状况在不断恶化 人权状况令美国越来越担心 针对骆家辉的评论,17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民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骆家辉的指责 大陆民主人士莱金标表示,中共外交部是中共的一块遮羞布 他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 中共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或者说好心一点,他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从来没有承认过 他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想让他自己的心里得到一种安慰 并且让你们认为他做的是对的,让你们无论如何相信他 浙江独立观察人士蔡爱宗认为,中国民众的权力受到很多的压制 骆家辉指责中国人权的恶化和退步是有道理的 洛家辉还特别指出,自从去年埃及利比亚掀起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 中共领导人很担心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 因此中国的异议分子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频频遭到打压和拘禁 几天前,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浙江民主人士邹薇,吕耿松,魏真领等 先后遭当局抄家和传唤 去年年底,57岁的贵州维权活跃分子陈希 因为通过网级网络传送倡议民主的文章 被中共当局只说有煽动颠覆内容 因此陈希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 同一个月,另一名四川维权人士陈希 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写文章 被四川遂宁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九年徒刑 然而,刘卫民为此辨别说 一些公民受到法律制裁 不是因为中共压制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 而是这些人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底线 因此受到惩罚 其实上从那个宪法角度来说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劫持 这种各种权利 他在行取他的宪法权利 也没有出过法律的底线 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表示 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大陆异议人士判刑 但这个条文本身就是犯罪 如果按照这个条文去追究中国公民 因为某一些言论、思想是犯罪行为的话 那就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新唐人记者唐锐、萧妍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